哈喽小伙伴 今天这个视频确实有点标题打 但是也不完全是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确实责到了很多小伙伴的一个咨询 因为有小伙伴他就发推文给我说 他最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一篇文章 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在西澳洲买房的时候 有些地方你千万不能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地方不够安全 犯罪率特别高 那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特别圈处了PERS南边 包括PERS周边的这些地区 包括Fremantle PERS市中心附近的地方 Midland Kennyton 还有Armedel 以及Rockinham 还有Mandra这些地方 所以今天呢 我就来带大家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犯罪率高的地方 他的房子就真的不值钱吗 或者他真的就不能赚到钱吗 如果说你现在正在买房 然后你的预算可能比较有限 或者说你现在看的这个地区呢 正好是一个犯罪率相对比较高的地方 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应该买呢 那还有很多人呢 是对于犯罪率高的地方呢 会有一定的误解 那么事实到底是怎么样了呢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带大家去揭晓 你好我是罗帅 带你用买家视角看澳洲地产和财富投资 那不管是最近在做咨询的时候 还是在最近就是帮一些客户去服务的时候呢 总会有一些消购案呢 他会有一些顾虑 就是当他去把这个钱 投在一些这个地方 犯罪率比较高的时候呢 他总是会有一些担忧 就说这个地方的房价 真的能够涨起来吗 以及犯罪率和房价 到底是否有直接的一个相关性呢 那今天呢 我就就着这一张图 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这些被圈出来的地方 过去的一段时间 它的增长幅度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我们过去的一段时间帮客户做的一些案例 那么这张图呢 我们就从南往北来看哈 那最远的这个地方的就是Mandra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Mandra这个地方的这个价格呢 大概是在46万左右 当然这个价格的是 加总的两房三房和四房的 这些house的一个总共的平均的价格 而且我们在这里呢 用的是一个typical price 而不是一个中间价啊 中间价可能跟这个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以这个数据为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 在Mandra这个地方 过去的一年里面 房价平均已经上涨了超过10% 而三房的这个房子呢 已经上涨了超过13% 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哈 这个地方的租金 也是在以一个相同的速率 再往上去涨 那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现象 因为当一个地方的租金 能够持续的上涨的话呢 说明这个地方的房价 将来还会有很强的一个动力 因为还是会有很多 首次质业的买家呢 因为他这个租金啊 一直持续的上涨 所以呢 他觉得还是买房比租房划算 因此呢会进入到这个买房的市场 因此会进一步的促进买家的需求 从而呢 带动房价的积蓄的上涨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过去的一段时间的趋势图啊 那这张图呢 是从2007年到2024年 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 Mandra的一个房价的涨幅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来 Mandra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呢 确实出现了一个价格的下调 那这个呢 是跟西奥州的这个大周期相关 但是从2020年左右开始呢 已经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 在过去的四五年里面呢 其实这个涨幅也是非常的惊人的 所以像在过去的两三年 我们带很多的客户呢 去Mandra这个地方买房呢 其实也已经赚了不少钱了 OK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地方 也就是Rockinhead这个地方的利子 那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 Rockinhead现在这个地方的房价呢 已经上涨到了63万以上了 过去一年的增幅呢 是17% 非常夸张啊 因为你要知道澳洲平均的房价涨幅呢 大概也就是5%到8%左右 那尤其是三房的房子啊 那这个已经上涨到59万左右 涨幅呢 是已经超过了18% 非常的夸张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租金啊 也是在稳步的上涨 虽然没有房价的速度快呢 但是其实上涨的这个步伐呢 也是非常的快的 已经超过了每年12%的增长 那我们如果来看一下 Rockinhead的这个趋势图的话呢 你就可以更加明显的感觉到 Rockinhead这个地方 在过去的4到5年里面的这个涨幅 是非常的惊人的 已经呢 是超过了差不多50% 同样啊 这个地方也是过去经历了一个 很长周期的一个调整和下滑期 那么现在呢 终于迎来了它的一波涨幅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Amada 因为这个图上在说Amada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提到是Amada周边 那我们就以City of Amada 也就是Amada的这个City Council 这个大一点的这个区域为例 来看看这个地方的房价 那么City of Amada 这个地方的房价呢 大概现在是70万以上了 那么过去一年的涨幅呢 也是超过了18% 妥妥啊 这个是非常的人生赢价 而三房的这个房价呢 上涨幅度一度超过了20% 一年的时间 你想想如果你买一个100万的房产的话呢 你第二年你就赚了20万 直接把你的首付赚出来了 如果按照现金回报比的话呢 那你的现金投入的回报比 几乎接近100%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Candynton 那Candynton这个地方呢 涨幅稍微略弱一点啊 但是也有10%以上 而这个地方的价格呢 是53万多 但是大家不要被这个数据欺骗了 因为Candynton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被分割过的房子 其实在墨本呢 这类的房子可能叫做Unit 在西宁呢 这个房子可能叫做Villa 但是在Purse呢 这类的房子统称为House 这也是为什么导致了 Candynton这个地方的House的价格 看起来居然会比 远处的Rockinhead 还有Armadale 还有D 那这个其实并不是因为 他们的这个犯罪率导致的 而是因为数据统计造成了误差 那即使在有很多的Villa Unit计算到这个House的价格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房价 依然是上涨了10% 而租金呢 也上涨了8% 基本上保持一个同步的水平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Candynton 这个地方的房价的趋势图 从过去的十多年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趋势也是比较类似的 现在呢 也是经过了一个上涨和下跌以后呢 现在终于迎来了第二波的一个上涨 依然符合我们说的 整个澳洲的房价的绝大多数的 这个成熟地区的房价呢 都是属于波动上涨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接着呢 我们再移到这个西边的海港城市 Fremantle 那Fremantle这个地方的房价呢 已经突破110万了 那过去一年的涨幅呢 也超过10% 那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个呢 在西奥来讲 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地方了 同时呢 因为西奥对于这个Villa 还有Unit这个计算方式呢 很多这种单层的Villa 在西奥来讲 也会被寄所为House 那像在这种分割 有比较多的地方呢 那么House的涨幅 可能看起来 可能不如周边的 比如说Rockinhead Mandra的涨幅高 但实际上它的涨幅呢 不一定很差 那即使我们就说 这个就是真实的 它的House的涨幅 那么10%呢 也是一个超过 澳洲平均水平的一个涨幅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租金的上涨幅度呢 甚至超过了房价的上涨幅度 那么说明这个地方 现在有大量的需求 有如这个地方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Fremantle这个地方的 房价的趋势图 在过去十几年里面 Fremantle的房价呢 一般来的都是一个 比较起稳的 那其实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需要是属于一个 下调的周期 那么Fremantle的房价呢 依旧还是比较坚挺的 那因为这个地方的 自住门家呢 其实非常的多 而在过去的几年呢 Fremantle这个地方的房价 也是像很多地方 一样开始一飞冲天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Midland Midland这个地方的房价呢 现在是48万9左右 过去一年的涨幅呢 也是超过了20% 非常的夸张 而且从这个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 Midland这个地方的房价呢 才刚刚涨过了 过去的一个最高点 那也许将来呢 还有个很大的空间 当然这个具体的数据呢 我们需要具体的分析 需要了解很多 关于这个周边的一些数据 包括它的Days on the Market 包括现在这个地方 有多少的卖盘的量 以及多少买盘的量 以及目前销售周期有多长 自住买家的比例等等 这些很多的因素 我们需要考虑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房价 在过去景点美 也是有个非常明显的涨幅的 那最后呢 这个图上有提到PERS周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PERS周边的一个房价 从这张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PERS周边的房价的话 如果我们说的是House 它的这个房价的 已经是超过了110万了 过去里面 它的涨幅呢 还是有一点的6% 但是相对于PERS 其他的很多地方呢 确实表现不是很亮眼 租金上涨呢 超过7% 居然比这个房价上涨还要快 那说明这个地方的需求 现在也是越来越大的 那当然PERS City周边呢 本身也没有多少的House 而很多的House呢 其实更像 像悉尼墨墨本的 这些地方的Terrace House 它建的比较密 更多的是像那个Town House 或者是那种高层的 地非常小的这种Terrace 所以其实它的收入群体呢 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有限的 很多的自助买家呢 可能不会优先考虑 在PERS周边的这些House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PERS周边的话 更多还是以公寓为主 我们看一下公寓的这个数据 PERS周边的公寓的数据呢 现在是57万左右 而过去一年的涨幅呢 大概只有3.8% 而租金的涨幅呢 超过了15% 这个非常的夸张 说明这个地方的需求呢 现在是在急剧的升高 那么将来的房价呢 这个公寓的房价 可能也是出现一波涨幅的 会一波补涨 但是具体涨多少呢 我们现在还很难去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房价趋势图 那关于City of PERS周边的 这个别墅的价格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也是有一个过去的 波动上涨的一个过程 那现在幅度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现在目前接下来 可能是有一个 不错的幅度上涨 在那里等着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 公寓的价格 那公寓的价格呢 其实现在还没有涨过最高点 那接下来的这个涨幅呢 其实可能还是 相对来讲比较疲软 所以小伙伴们 有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了 其实我们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尤其是看City of PERS的时候呢 别墅或者公寓 对于房价的一个趋势图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 就是别墅的这个房价的涨幅的 这个动力比公寓要强很多 那其实这个趋势呢 在很多地区都是得到 同样的一个图 当然这个地方 并不是简单的得出一个结论 说公寓就不值得买 House就值得买 而是你要明白 背后的一个底层逻辑 其实还是供需关系 因为我们要知道 有些的地方 它的犯罪率高呢 其实可能是因为游客导致的 比如说City of PERS 那这个地方呢 游客比较多 对吧 还有很多的夜店 酒吧等等这些地方 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案件呢 会被记录在案 因此呢 会算作City of PERS的这个犯罪率 那同样Fremantle 也是一个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但是还有其他地方呢 它确实是有些犯罪率 但是呢 其实跟这个房价 没有任何些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大家要明白 一个地方房价和犯罪率 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是不是因为犯罪率高 所以房价低 而是因为这个地方 房价低 所以犯罪率高 大家把这个因果关系 给弄仿了 因为你要明白的 想一个事情 就是当很多的人 都是很有素质 很说过教育 那他们的收入呢 因般来讲不会太差 因此他们肯定会住在 一些中产区 甚至高产区 那这些人犯罪的 倾向性相当来讲 会低很多 不是说没有啊 只是会低很多 而相反啊 当你没有足够的钱 当你受到教育程度有限 那当你属于 社会的底层的时候 那么有可能 你就没有办法 受到很好的教育 因此呢 你去犯罪的这个冲动性 就会更高一些 这个大家就不需要 跟我去杠了 因为这个是统计的 一个数据事实 当然总会是有个例的 我们不谈个例 我们就只是谈 统计的事实 那就是这样子的 因此呢 我们会发现啊 房价低的地方 它的犯罪率 相当来讲会高一些 而并不是因为犯罪率高 所以房价低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个道理 所以当一个地方的房价 出现了很大的 一个提升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一个 很神奇的现象 就是这个地方的犯罪率呢 会慢慢慢慢的下来 为什么是这样呢 大家要明白啊 就当这个地方 房价升高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的 低素质人群 就会慢慢的 会被淘汰出去 并不是因为 他们被主动淘汰 而是因为什么呢 而是因为他们的 房价上涨了以后呢 他觉得把这地方 房子卖了 他有钱 去玩他们自己 想玩的事情 比如说是买更好的车 或者比如说 就把它消费掉 所以呢 他们会往更便宜的地方 去搬 把这个多余的这个钱呢 用掉花掉 而这个房价上升的 这个地方呢 就会慢慢的变成一个 大家都会喜欢的地方 那我们还是以西奥为例 因为这篇文章呢 讲的就是西奥 那西奥的东南方向的 这个Thomley 那过去来讲呢 就是一个 大家很看不上的地方 包括Gothnell周边 都是大家很看不上的 一个地方 但是慢慢的 这个地方 已经变得越来越好了 那同理 在悉尼的Paddington 还有Saray Hill 这些地方 那过去来讲 这些地方呢 也是属于大家看不上的地方 OK 那么但是现在 我们知道 这些地方的房价呢 都非常的高 一个Terrace House 卖的价格 都是非常的离谱的 那墨本的这个Four Square呢 那之前呢 就是一个越南难民区啊 那这地方的这个 风平呢 是很差的 但慢慢的 经过过去十几年的 这个政府的改造 那这个地方呢 也会变得越来越 像一个成熟的社区 也有更多的年轻的 这些职业人士呢 喜欢住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的饭酒店 慢慢慢慢的就下降下来了 那再得给大家看几个例子 那这个呢 是我们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一个同事 帮客户买的 当时购买的价格呢 是55万左右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Mandra 而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的房价的估值呢 已经到了62万了 年化的增值呢 已经超过24%了 而且如果我们按照 现金的投资回报的 ROI来计算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回报 已经超过了97%了 非常的夸张 那另外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的房子呢 是稍微相对来讲 比较早期 还是在去年年中的时候 我们帮客户买的一个房子 不到48万就买下来了 当时这个地呢 是非常的好的一块地 可以分割成三套土地 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这个地方的房价的估价呢 已经是58万往上跳了 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Armodel附近 那这个它就更早期了 是在一年前的时候 在Rockinham买的 当时购买的价格呢 是54万 这套房子呢 是可以做分割的 后面很大 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这套房子的估价呢 已经超过了67万了 也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上涨的幅度呢 超过了23% 那当然现在随着这个价格的往上涨呢 在西奥这个地方 想找到60万以内的房子 已经非常的困难了 但是机会呢 依然还是有的 所以希望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 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不要被一些所谓的 一些不重要的数据迷惑了 什么犯罪率啊 什么这个旁边 是否有一个监狱啊 等等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最终要看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地方的供需关系 只要是供需关系的 这个地方是合理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长期来讲 人们愿意去居住的一个地方 那么它的房价呢 从上线来讲 就一定可行 而如果在短期里面 这个地方有个供需失衡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是一个上升周期的地产 我们买的这个地方呢 就更容易赚到钱 那在视频的最后呢 给大家小板一个福利 如果说你现在正在买房 考虑去投资 那欢迎你下载 我为你进行准备的这份报告啊 告诉你在2024年 澳洲会暴涨的5个地区在哪里 那希望这个呢 能够更好的帮你刷钱出 接下来你应该去 关注的重点的方向 总之呢 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啊 其实犯罪力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 这些表现的东西呢 我们千万不要太关注 除非你是自助法买家 但如果说你是投资的话呢 这些东西真的不重要 你更应该关注的是 这个地方宏观上来讲 是否值得长期投资 在短期来讲 它是不是一个处于 上升的经济周期 上升的房产周期 以及现在目前来讲 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 以及你个人来讲 买的下套房子 是否能够用合理的价格 买到一套优质的资产 如果这些你都能做到 那么你一定可以买到 一个好的投资 当然如果你在这方面 需要帮助的话呢 你也可以联系我的团队 看看我们的买家代理服务呢 是否可以更快的 帮你获得一个好的结构 通过我们的服务呢 帮你获得不公平的买房优势 让你更容易在市场上 获得竞争力 拿到更好的房源 通过一个更合理的价格 买到你的房产 从而呢不用踩坑 好了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呢 记得订阅点赞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会错过以后 关于澳洲房产 和财富投资的 今天的视频了 我是洛帅 带你用买家视角 看澳洲地产和财富投资 我们下期再见